侯友宜的競選辦公室 這個週六就要正式的來成立 我們今天就看到了 哇 這個陣仗 國民黨今天公布了團隊新人士 大家看到沒有 就是他 金普聰出手就選情 金小刀出竅了 小刀祭出誰與爭鋒 金普聰一出來以後 我這個年代跑馬英九 從以前國民黨的黨主席 台北市長到選總統的這一群 跟我同世代的記者講說 這家厲害喔 我先跟大家講 金普聰你認識他不認識他沒關係 那我先告訴你一件 基礎的科普 金普聰這一輩子輔選 未長一敗 他輔選沒有輸過 好不好 這是勝率百分百的概念 金普聰在年輕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已經當國民黨的 當時的副秘書長馬英九 還沒有當台北市長 還沒有去選舉 他就當他的政黨外交的秘書 但1998年的時候 他後來回來救急 就當新聞處的處長 當時台北市還不叫新聞局長 也沒有這個什麼官傳局 就叫新聞處長 然後呢 2002年 他幫助了馬英九打敗了李英元 2005年 他幫馬英九選黨主席打敗了王金平 2012年 他幫馬英九打贏了總統大選的第二次 所以他這樣一輩子的輔選這樣加起來 你看 12345對不對 還有第六次 2010年的時候 本來周期委要選新北市市長改次 他把周期委換掉 換成朱立倫 打贏了蔡英文 也是他 所以呢 我剛剛講隨便一算就六次的操盤 都是金普聰 所以他叫金小刀 驕傲的攻擊 金普聰一出來以後 侯友宜就笑了 侯友宜他能夠把金普聰找出來 有沒有 對不對 很多支持者心都按了很多 導發給斯剛 因為斯剛也笑了 斯剛看完以後 因為斯剛選立委 新安了 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 現在開始就開心了 好那很簡單 我現在跟大家講 第一個他的成績 選舉的輔選都是贏的 第二個 他手起刀落 得了嘛 所以來 就是要抬我最厲害 他對於很多的議題 他不會跟你妥協 他認為地方派系該怎麼樣共處 他認為這議題到底要回應不回應 他認為民進黨這刀要不要捅下去 他會做決定 文宣有經驗 組織 他當國民黨秘書長 他對於全台的各地的選情跟佈局 他非常清楚 所以又是空軍又是陸軍 對啊 那你空軍還有中沛軍 空軍陸出叫中沛軍 這些都是他的子弟兵 徐曉欣 朴志強 蘇俊平 都是他的子弟兵 好OK 那我現在不是要神話金普聰沒有 只是我告訴你 金普聰跟馬英九 我們今天我們報新聞講大白話好不好 馬英九跟金普聰 過去對侯友宜 沒有那麼肯定的啦 但是現在為了國民黨 為了中華民國 他跟馬英九兩個出來支持侯友宜的時候 我就講結論 723換口已經打個差 不可能 國民黨沒有再換口的可能 他還在訴 郭台銘又出來 第二個 金普聰這一刀插在桌上 我現在金頭來 插在桌上的時候 郭台銘要參選總統的機率 大幅下降 因為當馬英九跟金普聰 已經幫上侯友宜的時候 郭台銘再出來 他想要氣喉保鍋的可能性就下降了 第二個 現在柯文哲那邊也講說 我民調已經第二名了 我不要當你的副手 所以他左邊右邊 兩邊都走不通的時候 或許郭台銘原本 我說他看起來想選 他就會停下來了 那你要知道他當執行長 什麼意思 就是過去馬英九怎麼重用金普聰 現在侯友宜他也是 白虎湯要灌下去了 他要重用金普聰 金普聰你當我的執行長 所以未來的文宣組織跟議題 就交給你了 那旁邊還有林洪池 還有曾明忠 還有杜主欽 還有謝龍介 我告訴你 龍介兄哥終於叫出來了 你最了解 你心機獨立幾人 就是賴清德 所以他要去打賴清德 沒有要當第三名了 馬上希望爬回第二名以後 再去對付賴清德 所以整個團隊出來 那謝龍介講說 戰爭開始了 我們要開始把賴清德給打下來 那侯友宜 他為什麼能夠找出金普聰 其實也是他私底下 多次的親自去找他 結果從一開始 也是沒有答應他的 可是看到了國民黨 現在目前的民調 已經到第三名 他又認為國民黨這一場 或是說中華民國這一場 不能輸 所以他要跳出來 好 那這是馬金 還有王金平 王金平現在侯友宜也去拜託 那當本土派 當馬金都出來幫忙的 情況之下的時候 你要知道國民黨的本土派 跟國民黨的馬金 這個算是 我們講白一點 算是外省的這一些精英 他都願意幫助侯友宜的時候 侯友宜現在目標就一個 7月23號 全代會國民黨沒有多久了 不到一個月 在723之前 再看看民調 有沒有可能爬回 第一個先上20 再超過柯文哲 如果他能夠超過柯文哲 變成第二的話 那麼國民黨就穩住局勢 就不是飛輸不可了 好 佩君 怎麼看這一局 這個金秘書長 我從今天開始是金執行長 我當政治記者的時候 就開始這個江湖傳言 聽了很多 那從政治路 剛剛偉漢哥也講 我有幸讓他很多機會 給我很多意見 偉漢哥剛剛講了很多 他的揮刀記錄 不過我覺得他私底下的 有那樣的形象 但他發揮柔軟面的時候 是事半功倍 他一方面是那個 讓我到現在 連跟他講電話 都不自覺會想要立一陣站好的人 對 但是他同時也是那個 我開刀之前 會打電話跟我聯絡說 他帶一瓶酒來 跟我聊一聊 叫我不要擔心 選戰的時候 要記得吃維他命這樣子的人 所以 其實連民進黨的那個 邱宜仁秘書長 在古...不是古時候 在幾... 很多年前替民進黨大選操盤 民進黨輸掉之後 他那時候也直接講 他覺得 這個民進黨會輸掉的主因 就是他沒有想到 金浦聰秘書長 是能夠跟派系地方人士 互動的很好的人 他認為那是那時候 民進黨輸掉的原因 所以 很多人對他說 對陸戰的一些這種猜測或顧慮 我覺得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那講實際面 從實際狀況來看 他也是國民黨 最近的這兩次 總統大選勝選記錄上面的操盤手 所以 實際上來講 他就是有戰績 也有戰功 所以在這個國民黨 可能民調整體看起來 不是那麼有利的時候 他出任執行長 基本上大家不意外 而且我覺得支持者 心頭會比較抓得痛 因為我今天還特地跑去看 這個直播記者會好幾場 下面很多觀眾留言 裡面很多人講說什麼呢 小刀出手不虛發 有小刀大家踏實多了 所以我覺得支持者這些留言 某種程度也反映到 看到他的人 不只侯友宜笑了 支持者可能在螢幕前面 也都笑了 那未來 侯友宜很明確的定調 就是他要作為選戰團隊的總領導 包括政策 包括選戰的方向 都是由執行長去操刀去處理 所以看起來這個舵手就位 然後這個船員就位 那接下來就是 努力往前滑行的時候 小刀出竅 剛剛唯一一個用丹田在笑的 就是司剛 是不是讓你安心了很多 我想侯友宜的團隊 應該會安心很多 因為包括這整個競選的過程中 看過去一個半月 目標不清楚 然後策略不清楚 然後回答時事的反應議題設定的能力 就還是有真的 跟大家預期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覺得金輔聰他強的就是這一面 還有第二點 那時候08年是選舉的時候 我們還是個小秘書小幕僚 那時候認識 剛好認識偉翰 08年總統馬英九 那時候金輔聰就是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那時候叫總幹事 還不流行叫執行長 總幹事 我看過他在競選總部裡面 怎麼樣去定目標 定人 然後呢 怎麼樣去Fight人 我都親眼看過這些目標 就是他是他只要 確定一個指向 一個指令 基本上他就執行到底 六親不認 六親不認 再親的人像周培君 這種人做不好 照樣痛罵 痛罵被罵完之後 乖乖回去交作業 寫作業 第二天把他完全的呈現 所以金輔聰在 治軍嚴謹這一塊 我是覺得是他的強項 所以也可以為現在的競選團隊 上頸螺絲 而且他很目標導向 誰該做什麼 就去做什麼 不會說什麼親疏遠近 然後跟他比較熟 不好意思去給他艱難的指令 照給指令 然後不熟的人工作導向 我覺得你可以做這個 就算你不熟 我就叫你做這個工作 你做得好 以後就給你 就給你訪問你 所以他算是一個很工作導向的人 那我覺得競選的時候 坦白說需要這種人 不要那個什麼沾親帶顧啦 很難下決定啦 然後目標執行不清楚 我覺得他來的時候 基本上整個方向感會比較確認 雨萱 怎麼幫國民黨加分 我覺得金普聰治軍盛嚴這件事情其實大家都清楚 但我覺得他這次出來有幾個特別的意涵 第一個講有趣的 剛好賴清人那邊派誰 羅文嘉 馬永成 邱毅仁 那這邊剛好投有一派的是金普聰 所以大家不僅會想 哎呀 我們回到二十年前了嗎 對 而且馬家軍跟扁家軍除了台北市長不算 在總統大選的層級上 從未正面對決過 所以我們這一次終於看到 可以看到一次史詩級的大戰 這是第一個點 再來講 金普聰你知道這個部分 我覺得過去侯友宜團隊最大的問題在什麼 他們總是停留在市長層級 甚至在議題的設定上跟主題上 確實有所紊亂 所以可以預期的是 未來金普聰進入團隊之後 至少整個方向跟走勢會是明確的 在他代表第二個意涵 金普聰象徵的不只是金普聰 而是馬金馬金 馬金體系 所以大家有一點想到 所以這代表不管是說馬英九的團隊 或馬英九本人 都在這一次在你侯友宜的背後 替你當你的巴庫替你撐腰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位 這對於說他現在當前最需要的 包括所謂的正藍也好 藍營的基本盤回流也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好 仁俊你怎麼看 我覺得金小刀這一次進入到 侯正寅的團隊 老實講他能不能幫侯友宜正面的加分 因為大家還是在看的是侯友宜 你個人的人格特質 可是我認為這個只會金普聰 進入到這個擔任執行長這個角色 其實對於國民黨來講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作用是 他會壓制郭台銘 也就是為什麼稱之為叫金小刀 不是因為他對民進黨快狠準 而是他對於黨內在過去的時候 只要黨內任何東西跟他原先政策 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他有辦法去壓制 而且他能夠精準的是 我壓制你的時候讓你不敢反彈 我讓你們有眉來眼去的空間 那現在問題來了 大家認為說郭台銘經常跟國民黨的 這一些什麼議長提料或什麼的 在那裡搞一些曖昧 那如果今天金普聰進到這個陣營裡面 他會不會要求就是說 你今天所有人不准來表達這種 所謂對於侯友宜的擔憂 因為你必須要團結一心 高度的指標性人物是誰你知道嗎 徐巧鑫 因為徐巧鑫過去也是馬伴的人 他一定很清楚的知道金普聰的風格 可是徐巧鑫之前不是講說 誰要跟這個沒有贏面的人在一起或什麼的 那現在問題來了 當時這一些被認為說在唱衰侯友宜 甚至沒有跟侯友宜 保持親密關係的國民黨這些參選人 那你今天要不要調整你的步調 要不要去支持這個所謂的侯友宜 那對於這個郭台銘來講 你本來試圖希望跟國民黨的議長這些 保持一個曖昧的關係 讓大家覺得說 我郭台銘比你侯友宜有辦法 這時候金普聰進來的時候 會不會去強制的要求那一些所謂的 地方的派系型的 這個所謂的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說 你今天必須要想清楚 你必須要在這裡面跟侯友宜 站在同一陣線 那你郭台銘還會有多大的空間 恩 こう呀 你看抗症 恩 乞 用 好